大家好,我是張欣 糟糕,你要說敷面膜不能笑 可是我想今天如果不自我介紹 應該沒有人認識我是誰 今天是我的敷面膜初體驗 今天突然看到老婆在房間裡面變成鬼臉 我就問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朋友送了他一瓶火山泥面膜 就是把泥巴塗在臉上 火山泥 這好像跟我當兵的時候賭米才差不多 聞起來味道也是綽綽的 哪有啦 我就請我老婆趕快幫我抹一抹 他就說抹這個還不能笑 也不能講話太大聲 不過我覺得抹上去之後 感覺還是挺愉快的 整個臉感覺冰冰涼涼的 還真的有那種很涼的感覺 不知道是天氣冷還是心寒 但他就涼涼的 但是感覺臉挺舒服的 他到底有沒有什麼神奇的功效 不知道 但就涼涼的 再來其實他聞到的味道 並不是泥巴的臭味 還有一個淡淡的清香的味道 所以坐在那邊你就感覺到臉涼涼的 頭腦好像越變越清楚 然後 然後看到 現在老婆幫我拿 照相機拿手機的那一隻手 現在中指舉在那裡 好像是用那一隻幫我抹臉上的泥巴 不過 心情還是挺好的 就是兩個人 平常嘻嘻哈哈 瘋瘋癲癲 接下來一個鐘頭不能笑 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所以我們做就好了 真的嗎 對 不過我的敷面膜初體驗 覺得還是 挺好玩的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女生喜歡敷面膜 因為就是躺在那邊不要動 感覺臉涼涼的 整個臉好像冰冰滑滑的 然後鼻子裡面聞到那種 清香清香的感覺 好像人就到了世外桃園一樣 而且臉有一種被他縮緊的那種感覺 被他拉緊了 對 而且這個你洗掉以後臉超滑的 這我就還沒體驗過 等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感覺挺好的 尤其這種朋友送的不要錢的 感覺超好 不能笑 現在的初體驗就到這個地方 周西漫談 伏面膜初體驗 然後明天見 掰掰 有錯文了 對了 補充一點 就是 iPhone的人臉辨識系統 因為塗了這個之後就失效了 另外 就是小貓咪 好像小貓咪 好像真的看不懂人 因為他看到我也沒有什麼感覺 繼續睡覺 還有嘴巴不能動 臉部沒有表情之後 說話好像會變得口齒不清 所以 負面膜的時候 還是比較講話比較好 好嘞 張心漫談 天天都有新鮮事 這麼 明天見 掰掰